梅西最可怕的十个惊人秘密 诸如身材却能成为足球天王 第一名堪称人生耻辱 99%的人都不知道 当我们提起莱昂·梅西 脑海中浮现的是那个在足球场上叱咤风云的天王巨星 那个带领球队冲锋陷阵 屡创佳继的足球先生 而近日以来的迈阿密球队香港型 更是把这位球王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但其实在这个光鲜亮丽的形象背后 却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 却更加立体的球员梅西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套 一起来看看 球王梅西最可怕的十个惊人秘密 第十名 乘车恐惧症 在各种影视剧当中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人患有密闭恐惧症 这些人只要在电梯等密闭的空间待久了 就会受不了 其实 在日常生活中 还有各种各样的恐惧症 是我们不太常见或者没有听说过的 而乘车恐惧症就是其中一个 顾名思义 这种恐惧症会使人害怕乘车 甚至连自己开车也会一直感到焦虑不安 虽然这是一种鲜为人知的恐惧症 但足球界最知名的面孔之一 梅西却患有这种恐惧症 作为一个超级球星 出行是无法避免的 但梅西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来帮助自己克服这项心理障碍 梅西发现 更昂贵的汽车品牌 往往会配有额外的安全功能 和更高质量的零部件 这些在普通汽车里是找不到的 于是如你所见 它在汽车上花费的钱 在球坛上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 美国媒体西南周刊曾盘点了梅西的豪车收藏 据统计 这位阿根廷球邦车库内目前约存放着12至15辆豪车 总价值超过3400万美元 其中还包括一辆1957年的法拉利蜘蛛 谁都无法否认 买豪车的确是件很治愈的事 但就在梅西买买买的过程中 他的父亲和兄弟都接连遇到了可怕的车祸 梅西的父亲豪尔赫梅西 曾在2019年驾驶时 与一名脚踏车的骑行人员发生意外 而梅西的哥哥马蒂亚斯梅西 也在2017年由于恶劣天气 与一辆重型货车发生意外 虽然马蒂亚斯的奥迪受损严重 但幸好事故中的两名司机均未受重伤 这些事情无疑会进一步加剧 他的驾驶恐惧症 但也许梅西能做的 只有继续买车了 第九名 失窃事件 梅西2021年经历的失窃事件 真是很经典的一件事 当年他刚以地球上最闪耀的身份 加盟巴黎圣日尔曼 出来乍到 还没地方住 于是他便携其耳 暂时搬进了巴黎最豪华的酒店之一 拉罗亚尔曼苏 为了迎接梅西的入住 酒店还为此加强了安保 甚至还额外邀请了一个警察部队 来保护梅西 要知道这个五星级酒店的房间 每晚的费用高达一万八千美元 如此高昂的价格 在安全层面 要是没点铜墙铁壁的本领 还真说不过去 然而事实证明 这墙壁也就是纸壶的 这一步 就在梅西认为自己住在安全的堡垒当中时 两个蒙面大道就已经悄悄地潜入了酒店 他们从一个没有上锁的阳台 进入受害者的房间 事件案件发生的地点 就在梅西所在套房的楼上 而受害者是在迪拜工作的 一名女性金融顾问 这位女士一夜之间 就被拿走了一条 价值4170美元的金项链 还有700美元的耳环 和接近3000美元现金 另外 住在隔壁房间的一名摩洛哥人也表示 他的手表也被偷了 其实酒店的摄像头 已经捕捉到了两名蒙面男子 带着脏雾的身影 但离谱的是 酒店上下加上警方 都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 在这个案件当中 虽然梅西一家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损失 但显然 这个酒店的安全 已经被打上了一个大大问号 也许这段经历 也成了后来梅西疯狂投资房产的 其中一个理由吧 第八名 游戏上瘾 如果你也是一名FIFA的游戏玩家 有一天你遇到了一个突然掉线的队友 说不定 你遇到的可能是梅西本人 是的 你没听错 这位足球界的超级巨星 在玩游戏这件事情上 情绪也还蛮大的 梅西承认 他在游戏中 也是不能接受失败的一个人 一旦输球 他就会非常恼火 所以干脆直接把网线给拔了 然而经过观察 梅西和游戏的渊源 似乎并不只是拔网线这么简单 据说梅西从十几岁开始 就对视频游戏情有独钟 FIFA自然是他的最爱之一 按他自己的说法 玩游戏不仅仅是为了消遣 他实际上还能帮助他学习新的动作 让他在现实世界中成为一个更好的球员 所以 当他成了职业球员后 他也鼓励他的队友们加入他的游戏世界 据说 梅西每天都会花费三小时 甚至更长时间在游戏当中 到目前为止 这听起来似乎也没什么不妥 但实际上 梅西曾被指在比赛上偶尔的表现不佳 可能与他沉迷游戏有关 梅西自己也透露 有时在前往比赛地点的路上 为了打发长途旅行的无聊时间 他可能会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打游戏 几乎不休息不睡觉 比如在2010年的欧冠半决赛和西甲联赛当中 梅西就被指过分沉迷游戏导致休息不足 进而连续三场比赛颗粒无收 没有进球 那个被誉为外星神人的梅西 因为游戏变回了一个凡人 第七名 诸如病症 看着现在梅西1米69的个头 你可能很难想象 他的身高差一点就止步在1米4 1987年6月24日 梅西出生于阿根廷圣飞省罗萨里奥市 他的父亲是个小球队的兼职教练 妈妈是清洁工 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 梅西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 对踢球表现出惊人的天赋 然而在梅西9岁半的时候 他的父母留意到梅西的身高只有127厘米 要知道这个年龄段 孩子的平均身高都在135厘米到145厘米之间 虽然小个子的他踢起球来势头很猛 但明显落后的身高已经引起了父母的担忧 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厌血 生化分析和综合诊疗 梅西确诊了因生长激素缺乏 所导致的猪如症 这个病症的患者 必须在生长关键期进行人为干预 治疗方法就是在3-6年内 每天进行生长激素的皮下注射 直到患者完成生长过程 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 注射生长激素的费用 大概在每个月1000到5000美元之间 这高昂的治疗费用实在是让他的家庭望而却步 然而就在梅西的足球梦想 即将因为身高问题而破灭时 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出现了 巴塞罗那体育主管雷克萨奇 在看到了梅西的训练比赛录像后 立刻拍板安排和梅西签约并为他治疗 还在一张餐巾纸上承诺 会为他支付所有治疗费用 这就是那张著名的餐巾纸合同 他不仅改变了梅西的人生 也改写了足球历史 于是从1998年开始 12岁的梅西每天都会给自己打针 最初自己给自己打针时 还会引起同伴诧异的目光 但很快大家也都习惯了 对梅西来说 打针渐渐变得像刷牙一样 司空见惯 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年 直到他长到了169厘米 第六名 垃圾上瘾 作为世界杯和奥运会的赞助商 碳酸饮料几乎占领了 世界杯和奥运会的赛事现场 因此 碳酸饮料很喜欢邀请体育明星 担任品牌代言 贝克汉姆等大牌明星 都曾为碳酸饮料做广告 但是 在竞技体育圈 不少教练却试碳酸饮料为大敌 尤其是足球界 这是因为 进行体育运动之后 人体内会产生大量的酸性物质 而酸性物质堆积会导致身体疲劳 此时 你若再给身体补充 含有磷酸的可乐 就会增加身体的疲劳程度 实体内的酸碱度得不到中和 疲劳也不容易消除 对于这个观点 曼城主帅瓜迪奥拉十分赞成 他对于球员们的要求非常严格 他明确告诉过球员们 比赛日是绝对禁止喝可乐的 但偏偏梅西除了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网瘾少年以外 他还对快乐肥仔水 也就是可乐 上瘾到了极点 有一次 就在比赛开始前三个小时 瓜迪奥拉正在更衣室里训话 这时候 梅西突然打断瓜迪奥拉的训话说 教练 我想喝可乐 但毫无意外 这个请求遭到了教练的拒绝 可没想到的是 梅西完全不顾瓜迪奥拉的禁令 瓜迪奥拉话音刚落 梅西就起身消失在更衣室事业范围内 没过多久 梅西拿着一罐可乐回来 大大方方的当着所有人的面喝了下去 瓜帅又怎能容忍这种行为 他没有直接对梅西怎么样 只是默默让人把训练场上 所有的自动售货机都给撤了 那些本应该满足球员们小小愿望的机器 何其无辜 可就这样 被梅西的可乐银搞到工作都没了 梅西自己也坦诚 他以前的饮食习惯实在是太糟糕了 可乐 巧克力这些垃圾食品 几乎成了他的主食 导致他偶尔会在比赛中感觉不适 甚至呕吐 可自从自动售货机都撤走了 梅西再也没法在训练场 偷偷喝可乐了 但就在百事可乐听到了这个故事之后 立马看到了商机 并把梅西牵下来做代言人 就是没想到 人人都希望梅西能借掉可乐 但梅西却因此赚了个盆满钵满 洗涤数百万美元的代言费 这或许就是被上天眷顾的人 不管是缺点还是优点都能吸金 第五名 球王数字货币 除了球王巨星这一身份之外 梅西还曾为阿迪达斯 百事 土耳其航空 三星 加德勒 华为 百威 万事达等企业代言 一直以来 拥有优秀商业头脑的他 当然希望能将自己的名望 运用得更加充分 随着数字货币和NFT的热潮不断升温 梅西决定把自己的一些最自豪的成就 和最重大的时刻 变成NFT 卖给全世界的粉丝 于是他创造了自己的NFT系列 并把它命名为梅西宇宙 他希望让每个粉丝 都能拥有他生活中的一小部分 2022年 当梅西在Instagram上放出预告 告知全世界他的NFT即将发售时 获得了超过3200万的观众 更疯狂点击 后来 当这个系列的三件作品真正露脸时 全世界的粉丝都疯了 于是 你能看到 这些NFT正式发行之后 他们立刻成为了体育NFT史上最贵的作品 仅仅是发行当天 梅西就赚了数百万美元 最稀有的那一件 黄金一号 一下子就以1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现在价值已经超过900万 事实上 梅西除了在NFT领域大战拳脚外 他早在2017年 就成为了一家 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 以色列公司的形象大使 他的理念一直都十分超前 甚至在与巴黎圣日尔曼球队的契约中 还收到了大量的PSG代币作为佣金 不管怎样 我们还是得承认 梅西的这波操作 确实让他的口袋耕骨了 就是不知道 这次宇宙割韭菜之旅 会不会让梅西同时也成为数字世界的超级巨星呢 第四名 不环保出行 梅西的工作经常需要他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飞来飞去 面对这种远距离出行 他不能总是开着他酷炫的超跑吧 于是为了提高自己和家人的出行质量 他在2018年花1500万美元 买了一架弯流G550四人飞机 这架飞机的特征很明显 尾部是他的球衣10号 据说在这架飞机的楼梯上 还有他太太和三个孩子的名字 所以每当有人看到这架飞机 带着他标志性的10号降落时 所有人都知道是梅西来了 但有时候 个人特色过于鲜明 也会成为问题 就在梅西买下这架飞机不久之后 他就成了他生活中最大的争议之一 有一位名叫扎克劳伊的跟踪狂魔 追踪了梅西所有的航班 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 根据他的观察 从6月1日到8月31日 这短短的三个月内 梅西在全球进行了52次飞行 累计368小时在空中 造成了1502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这些数据光这样听可能没什么实感 要知道 私人飞机一直以来 都被认为是真正的气候炸弹 一般来说 私人飞机飞行平均每公里 排放1300克二氧化碳 相比之下 商业航班只为128克 火车仅仅为25克 从数据统计的层面说 梅西三个月内造成的碳排放 已经超过了一个法国人150年的量 这笔账算下来 让梅西的飞机听起来 根本不像是一架飞机 更像是一个四处游荡的二氧化碳制造机 所以 每当梅西的私人飞机 带着它标志性的10号降落时 虽然粉丝们会为之疯狂 但环保人士可能就要头疼了 看来 梅西不仅在足球场上 连在环保问题上 也成为了焦点人物 第三名 爱情的秘密 如果爱情故事能够被量化 那梅西和安东内拉的爱情故事 绝对是满分 很多人都对他们青梅足马的爱情 有所耳闻 但很少有人知道 当年要不是恰巧安东内拉的好友去世 这对情侣可能无法修成正果 梅西的爱情故事 要从她9岁的那个午后说起 当时小小的梅西在队友家里玩耍 一眼就看中了队友的表妹安东内拉 从此念念不忘 在那以后 梅西空闲的时候 就总往队友家里跑 只为能多见到安东内拉 没错 这正是梅西的初恋 而两家人也逐渐相熟 当时安东内拉的父亲 在阿根廷经营超市 还开了好些分店 所以 在当时家境一般的梅西看来 安东内拉就像是附加千金一样 然而 就在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时 梅西因为足球事业的需要 前往了远在欧洲的巴塞罗那 而安东内拉则留在了阿根廷 此后 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 梅西在巴塞罗那继续着足球道路 成绩优异的安东内拉则考上 罗萨里奥国利大学主修营养学 并攻读牙科研究生 希望将来成为一名牙医 然而 横跨一个大西洋的异地恋 那可不好谈 两人的感情虽然十分真挚 但两人见面的机会实在太少了 梅西声名雀起 逐渐坐上巴塞主力四处挣扎 安东内拉则苦言学业 最后接受了一名年龄相仿的男子的追求 眼看着两人的缘分即将错过 他们却在2005年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安东内拉的童年好友 死于一场酒后驾车的交通事故 这给安东内拉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而在梅西得知这一消息后 毫不犹豫地飞回阿根廷陪伴她 这一次他们的感情得到了重温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的感情愈发坚固 梅西成为了巴塞罗那 乃至全世界足球界的巨星 最终 安东内拉决定放弃在阿根廷的生活 前往巴塞罗那与梅西团聚 2017年7月 梅西终于和安东内拉结婚 两人先是在共同的故乡 阿根廷罗萨里奥领证 随后前往西班牙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拿到那份具有特殊意义的法律证书时 梅西终于梦想成真了 在婚礼上 梅西与安东内拉相吻 足球历史上最浪漫的一刻永远定格 谁能想到 在激烈拼搏的绿鹰场外 足球迷们还能看到如此美好的爱情故事呢 第二名 成名绝技 如果说 只能选一个成就梅西的人 那人们一定无法绕开在梅西职业生涯之初 把足球的所有美好都带进他生命中的小罗 也就是罗纳尔迪尼奥 2004年 梅西16岁 刚从巴萨青年队被纳入巴萨一线队 内向的他局促不安的走向巴萨更衣室 见到了当时正值事业之巅的小罗 还有德科 莫塔等球星 梅西紧张的甚至不知如何打招呼 小罗似乎察觉到这位弟弟的不安 露出了标志性的包牙笑 亲切地坐在了梅西身边 当时的梅西身上闪烁着对足球的热爱与赤诚 与小罗当年如出一辙 而他的球技则有过之无不及 作为巴萨核心嗜好的小罗 看着这个有可能在未来某天威胁自己地位的弟弟 没有忌惮 反而十分联系 联系他一路走来的不易 联系他身上的才华 他决心呵护他的羽毛 祝他丰满羽翼 等他有天翱翔 成为真正的潘帕斯雄鹰 在小罗的陪伴下 梅西很快迎来2005年5月1日 巴萨对战阿尔巴赛特的比赛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四分钟时 埃托奥在观众的一片虚声中 被身穿30号球衣的梅西换下 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 这次换人将改变世界足坛格局 看着梅西上场 小罗希望他在巴萨的首站 可以有个顺利的开端 正位于右侧边路的小罗 凭借一脚极具想象力的挑船 将球传给了跑到禁区埋伏的梅西 抓住机会 梅西没有犹豫 停球射门 球进了 全场欢呼 但裁判却判定越位 进球无效 梅西将球传给跑在身后方的小罗 梅西担心越位 开始反跑 小罗抓住机会 再次将球传回给梅西 梅西再度射门 球进了 梅西迎来了他整个职业生涯的首例进球 他举起手欢呼 内心十分激动 不知该如何庆祝 小罗更是高兴地笑出巴克牙 这一刻 被永久定格在世界足球史上 那年17岁的梅西趴在25岁的小罗背上 举起手 尽情欢笑 再后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罗纳尔迪尼奥开始逐渐淡出足球的中心舞台 而罗纳尔迪尼奥传递火炬的最后一块拼图 就是把他标志性的球衣号码交给了梅西 而梅西当然也不负所托 从当年小罗给梅西助攻的那一球开始 他在足球界进了641个球 成为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第一名 税务诈骗 梅西在场上风光无限 场外也是赚的盆满钵满 从阿迪达斯广告到跟科比合作拍摄的飞机广告 再到球衣销量破表 梅西那是真的赚翻了 但是钱多了 麻烦也来了 西班牙税务局的大佬们眼睛一亮 看到梅西的账上有点小动作就开始了深挖 原来梅西的爸爸乔治 为了让梅西节省巨额的税务开支 开始了一场避税大冒险 他把梅西的钱投到了海外 伯利兹啊乌拉圭这些避税天堂 想着能少交点税 结果呢 这件事情并没有藏住 在2016年被曝光了出来 梅西和他爸爸被控逃税400多万美元 一下子直接成为了法庭上的主角 梅西站在那里 一脸无辜的说 他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违法行为 甚至还说 他更不知道需要有这方面的税务支出 这一切都是一个误会 但法官却认为 像梅西这样一个 拥有十数亿美元的足球天王 不关注自己金钱去向的行为 并不合理 于是直接判了他们父子俩有罪 梅西被判了21个月 他的父亲则被判了15个月 这下梅西可就着急了 毕竟是球场上的大明星 坐牢无疑会断送自己的大好前程 幸亏梅西不仅脚法好 脑子也灵光 马上雇佣了一位业内的顶级律师 帮忙处理这件事情 结果梅西只被罚款了25万5000美元 并且不用坐牢 而他的父亲则被罚款19万美元 最后 为了把所有的税款都补上 梅西又掏了2200万美元 虽然最终被转换为罚款 但这场税务风波 无疑在梅西闪耀的足球生涯中 投下了一丝阴影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10个梅西惊人秘密 哪个最让您印象深刻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